在独立音乐领域 能在大场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寥寥无几 而李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今呢他开始为主流人群所接受 并享受到如同偶像歌手般的粉丝追捧 从拒绝大众传媒的触碰 到如今破天荒呢向外迎合宣传 小众这个标签在他身上渐渐模糊 现在如果还称你为一个小众歌手 你觉得还公平吗 我一直小众歌手 以后也会是 那可能我们对大众小众也定义不太相同 可能几个月之前李健还是个小众歌手 对 现在他就觉得一定不是个小众歌手 所以我不是这么理解大众跟小众的 他们可能的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 就是大众歌手是 观众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小众歌手呢是我有什么我放出来 而不是你想要什么给你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定义 跟他的观众群体是没有关系的 像你很喜欢的罗大佑老师 他在香港的时候就其实为电影写的 也算是定制歌曲 像滚滚红尘追梦人 这样的歌大众的也可以小众的 也都比作品的绝对高度 所以是天才 所以只有罗大佑和崔健是免票的 可以这么说 其实就表达我对他们尊重 才华的尊重以及对我的影响 反正你好像能让你尊重的歌手并不是很多 如果从音乐本身讲其实挺多的 就是我喜欢很多的 比如Pinko Fruy的 有点黑的 这样很多 但如果你说做音乐不多 如果有一天一个电视节目就像 比如说像我是歌手 或者什么好歌曲这样的节目 他可以迅速让一个人走红 为大家所知 你会让大家更多的人听到一个好的音乐 我不知道以后 但我现在还是不想 不管是能力还是兴趣上面 我不愿意做一个大众的所谓的大众的明星 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 他一定希望自己的作品为更多的 不是 对我来说不是 因为我写东西不是为别人听的 不是去让大家喜欢的 就是我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的所有的对世界的看法 对周围的看法 就好像有人用写作来表达 我只表达我的想法 不管这个想法对还是错 但在当下它是真实的 我就这么想的 作为创作歌手 李志已经独立发行了七张唱片 并拥有着一定的名曲量 这在众多民谣歌手中实处难得 然而在15年前 李志才刚刚从东南大学退学 面对前途 一片茫然 一般人退学 一是对学校释放更大一个部分 他是对那种 对工作的一个渴望 我不知道当初你 我不是 我从这就讨厌那个 我都不知道自己出来干什么 我也不是讨厌学校本身 也不是讨厌同学 同学关系很好 我就讨厌那个所谓的教育体制 最反感的一个东西 忍不住 我也不知道出来干嘛 99年到09年 这10年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也没有尝试去说 虽然没钱 但是也没有对钱有渴望 也不知道干什么会赚钱 也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 完全是一片茫然 跟很多年轻人一样 就纯傻逼 总会得有个出口 从我唱歌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前三张唱片 那么多灰色的灰暗是吧 你现在不唱的 樊高先生也是因为你 已经没有那种感觉和生活了 不是 很多原因 但有一个原因是 就是我挺反感的 被贴标签了 对 就好像有段时间 赞助不唱姐姐一样 他也不喜欢这首歌 也不说这首歌怎么怎么样 但对我来说 可能有更多的东西 属于隐私吧 我就不想唱了 不排除我以后 想我明天我就唱了 你不参加音乐节是 是因为是 首先这是一个误会 我从来没说过 我不参加音乐节 对 我只是在批评 那你觉得现在的音乐节 从主观方而言 音乐节不是为了音乐 从观众而言 我去音乐节不是为了听音乐 既然是这个态度 我不是说所有 绝大部分只有态度的话 那么他不可能 好好的对待音乐 所以他不会好好的 在设备上 或者说流程上 去认真的态度 他们想的是这样造商 观众想的是 天气好不好 去晒个太阳 约个泡 交个朋友聊聊天 喝个酒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 以前经常成立的时候 在中国判断一个音乐节好 还是坏 就感天气 我从来不说参加音乐节 以前还一开始 觉得音乐节比较好玩 但现在音乐节在我最后赚钱 很简单 但是他起码有传播的作用 对有一个传播 但是我很少在音乐节能够演好 就是因为我是属于慢热的人 这个不是主要是我的错 大多数情况之下 我干了状态 OK演出结束了 但他也不可能给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转场 对吧 你对商业的看法让我 有的时候觉得你更像一个有艺术能力的企业家 好不能这么认为 是吧 对不像一个很有企业家风采的一个意志 那你觉得如果除了音乐 你会做的那做商业会是优秀的人吗 其实肯定 因为我肯定受不了去上班了 召集完我的这个性格 我可能还要自己去创业吧 但如果是创业的话 我可能会去做实体 而不是做虚拟经济 比如说炒股票啊做APP啊 这些高大商的东西也不会 那你这思维还挺传统的 对我农民嘛 做实业 对做智毕业或者传统就是农民的思想 你喜欢的歌手有一个特点 你无论是左小木马还有葡萄狼 他的人文气要重 是 不是你是一个有知识分子的情节 我就是农民 顶多算个半个知识分子 当你约情朴素的时候 你拿什么来约情 我当时是跟他的经纪人在谈 我没有跟朴素谈过 我刚打电话 打到他经纪人那边 他说档期排了 没办法 我就放弃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 他有一天突然给我发个微信 他说那边演出安排怎么样了 我都想有戏吗 难道那是我在日本 所以赶紧从日本回来 直接从东京飞到北京之后 下午就去找他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但是前十五分钟就搞定了 后来谈的全是一些 就琐事聊聊天那种之类的 因为朴素比较挑 对吧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挺我运气挺好的 只是首先第一点 第二点 还是那句话 我是诚实的记得利益者 他可能相信我 说是真的 因为我就一直跟他经纪人在聊 他说他也听说过我的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事情 他说我相信你 而且给我的价格非常便宜 当然我不能说这个 而且更离谱的是 我们前十五分钟 我前二十分钟把所有事情敲定了 然后聊了聊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 最后他就说 我再给你捡五万吧 是这样的状态 我当时我说没问题 我一切都没问题 我接受了 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当自己主动提出来 我也吓了一跳 你觉得重复是一个艺术家的耻辱 我觉得是 但我也能理解 你比如说现在 老大爷他是 他可能自己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写歌了 但他也要生活 他去演出 重复一些演出 没什么去 没什么不好的 只要是你在演出里面在努力的进步 因为再好的一场演出 他也会有问题的 他也有空间的 艺术的空间永远存在的 我讨厌的那种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那么几首歌 周傲复始的唱 编曲一换不换 连台词都不换 就是你听郭德纲的像什么 听一百遍有什么意思吗 一模一样的 每次来都是 观众我想死你们了 这样已经成为担子了 但是好多乐队和音乐人 在中国其实恰恰是 一首歌能红一生的 能养活一生的 所以我说我们这边的 音乐很低级 跟西方比 不管是观众的审美能力 还是所谓的音乐教的才华 都很低级 跟西方比的话 我们这帮人打包过去 能过去 没有一点声音的 可是我们可能从技术 专业角度不好 当我们在有些 像罗大悠和崔剑 这些他的人文精神 他的人文精神的含量 还是 是 我不是全部否定 我觉得只是大多数的情况 从业国家的听众的审美的修养 还是很低级的 我觉得这个事实 要么也不会有我这样的人了 真的 你觉得你的人是一个市场的孤品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大家神秘那么高的话 我唱个没 出不来 是吧 对啊 你是被这群体伤害过 肯定的呀 虽然说你不在乎那些 但是 谁扛得住天天在别人骂你呀 一样的道理嘛 对吧 你可以说不在乎 我确实不在乎 但是他肯定不在乎 不代表不舒服 对对对对 我所谓的不在乎 也不会太难受 也不会对我这个高兴 同行之间评价是会从业务 到技术来评价 我想你的资历 你能算一个中清代歌手 你居然还会对同行 全部以个人音乐品位作为评价 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现象 就是太多的人由于无知而致富了 觉得这牛逼的不行 这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这牛逼不行啊 我觉得这牛逼不好听啊 我觉得那种所谓的浇冷水 是有用的 当然这不是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 我觉得我应该表达呀 这是我的权利 尤其是你的义务 不管我是从哪个角度来表达 而中国人是很缺少幽默感 这当然 这当然 这种产生暴力的原因 就是说话无法理解 我觉得你的性格会 你的言论是很容易被人 就被同行 对 背后勾病 其实我很清楚 我的口碑 不管同行也好 在这个观众里面也好 其实越来越像罗永浩 喜欢都特别喜欢 不喜欢都特别不喜欢 我甚至觉得有时候 你俩招圈都有点像 我觉得没什么呀 而且其实说实话 哪个人不在背后说 而且就我所知 我发表的这些公开言论 比他们在思想里面说的 要温柔多了呀 他们只不够不说出来而已 有时候我觉得你和罗永浩 有一个极其相似的点 就是你非常清楚的 人民的不靠谱 对 然后但你要 你们要总 总是无法跟他们彻底决裂开 甚至还有时候愿意 去帮助那种吃力不讨好的帮助 对 对吧 你是有那种英雄情节 不是 其实说到底我觉得 就善良 我不是一个坏人 我心里面没有对人使坏的 那个那一点点 对我相信 但是有时候你 像你和罗永浩的那些言论和行为 是 其实他未必能 真的能改变了什么 对 但是没关系 所以我经常说的 我说 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垂直手机 但中国肯定需要罗永浩这样的人 哪怕他什么都改变没了 我觉得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不是说我现在这个地位 我有这个责任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 让世界美好一点 而且你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胃不足道 很胃不足道 但毕竟你在努力 经常我的朋友们 他们跟我说 你这样打击他们 就打击所谓的 傻的 其实很无用的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有人这样狠狠地敲打我 可能我就会傻的时间短一点 可是经验主义者 在中国 没错 就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市场 没错 所谓的经营主义 当然我不认为我是经营主义 所谓的经营主义 最重要的是 你的姿态 对吧 你的姿态不好 你看那些 就西方那些 牛逼龙大家 都是很 谦虚 问好 这样子 有时候挺横的 因为你想 同样的比如说推广自己 有的人就推广的 很那种行云流水 生来自闭 有时候就 哇擦太恶心了 我很缺乏这个 这我知道的